上面的部分是下載 解析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解析我先不把它存檔 我只是把它秀出來而已 那怎麼秀? 其實很簡單 你用from這個什麼呢 這個xml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elevent tree 它裡面有一個path的方法 非常簡單 你就把檔案名稱給它 這個名稱記得 必須要跟上面這個名稱是要一樣的 所以透過它去取得這個檔案 然後再利用它裡面 裡面有個叫做get root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個xml裡面的資料給取出來了 那取出來的話 其實就類似把它當一顆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有點像樹狀結構 那這個get root的話 實際上就是取得 這個整個 OK 這一整個 那這一整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 這一層 最外層 然後把它get到這個 叫做table的一個變數名稱 那table的變數名稱的話呢 我們再跑一個for each 這個是for each的寫法 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table裡面的每一個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一個raw 一個raw 一個raw的話就一列 我剛剛提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列 一列裡面的話呢 有等於是六個欄位的資料 有沒有 分別就是一樣 限式 然後醫療名稱 底下一樣 限式 醫療名稱 所以呢 以此類推就是先抓第一個 然後放在那個raw裡面 那並且如果你要解析裡面的資料的話 很簡單 透過raw中瓜弧 0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第幾欄的意思 一樣從0開始 所以呢 如果是第一欄的話 你就給它0 那意思是對啦 總共有6欄 所以0到5 那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就OK了 OK 所以哦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逐一逐一的把它取出來 那除了用那個編號之外 0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名稱叫限式別 只是說你要變成一個文字 比如raw中瓜弧 然後雙引號裡面就加限式別 他就知道是哦 你要限式別這個 標籤裡面的資料 一樣是點test 他一樣幫你取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些資料一個個取出來 所以哦 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6個欄位啦 那我就是 外面包一個F F的話是Format Format的話就是總共有6欄 然後我就不轉型了 反正資料丟進去就OK了 放在大瓜虎裡面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總共有6欄嘛 OK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它print了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哦 得到的結果呢 哎 就是這些啦 所以它等於是限式別 哇 這資料太多了 這資料量可能太龐大了 所以他幫我把它列出來 但是啦 當然列出來其實不方便閱讀啦 所以哦 我們第一個哦 假如我要把它怎麼樣 存成CSV的話 哎 存成CSV應該還記得吧 第一個 我給它什麼 給它欄位名 哎 所以哦 我們先存檔好了 存檔程式還記得吧 就是把這三行 哎 這三行直接拿來用 Ctrl-C Ctrl-V 存檔名稱叫Label.csv 所以哦 上面三行 直接通通不用改 直接改個副檔名就可以了 csv 然後呢 只是說這邊write的話呢 就不是html.test 我們是把它放一個s好了 哎 s 那這個s的變數呢 目前不存在啦 所以你會發現 它馬上出現一個叉叉 哎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把它變出來 那這個s的話呢 第一個啦 s等於什麼呢 等於還記得吧 欄位名稱 總共有6個欄位名稱 所以6個欄位名稱 我看一下哪邊有 其實這邊也有啦 1 2 3 那你要複製6次貼過來 就有點麻煩 我看一下 這邊它有沒有 哎 這邊有耶 所以直接拿這個有沒有 1 2 3 4 5 6 它這邊多一欄 這不要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什麼 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這邊 然後中間記得加豆點 所以把這邊改成豆點 有沒有 然後 所以有 欄位名稱就有了 然後記得哦 CSV的規則一定是豆點 豆點 豆點 尾巴一定要換行 記得哦 換行是反斜線N 這個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的話呢 將來它會全部連在一起 不對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print出去的東西 怎麼樣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s等於s加上 那個print刮斧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把這個範圍複製貼過來 記得一樣哦 尾巴一樣要加上什麼 再加一個反斜線N 這個不能漏掉啦 不然也一樣 全部變成一行 它不會分行 OK 那最後的話呢 有這個s之後的話 就幫我把它寫到 這個label.csv裡面 這樣就OK了 另外還有一個啦 就是Rise的話 encoding 如果你存csv的話 用utf8 可能 如果你的excel是舊版的話 那會開起來是亂嘛 所以你也許不要加 不過 不加有可能會出現一個錯誤 可能會有錯誤 也可能不會出現 什麼錯誤訊息 就是有一些字有沒有 因為unicode它最多可以 中文字可以最多6萬多種 但是如果你用那個 那個什麼 CP950 就是big5的話 它只有一萬多種字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缺字 它會出現 這個字我沒辦法幫你轉耶 因為unicode有這個字 但是我們big5裡面沒這個字 它可能會抽入訊息 當然最好是unicode啦 可是如果不行 我們再看看好了 我先把它看看 如果假設裡面用的字 都不是喊用字的話 那理論上會正確 可是有一個可能性 如果你不加那個utf 可能會有錯誤 我們看一下 如果假設沒有錯誤 那就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錯誤了 它這邊出現說 什麼unicode 什麼encode 它編碼的時候發生錯誤 它跟你講說有一些字 這個字它找不到對應關係耶 就是unicode裡面有的字 但是big5裡面沒有 哇那怎麼辦 它就錯誤了 它說很抱歉 沒辦法幫你轉 所以出現錯誤 那所以沒辦法 只能用utf8了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 如果你來源是utf8 那你將來存檔 也可能要存成utf8 不然的話 它會存失敗 當然也有可能會存成功 就是說它可能剛好用的字 都不是太特別的 好那把它存檔 OK 好那這樣執行 這樣OK了 沒問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那個根木屋底下 就有個csv 那打開來看看 不過因為是utf8 我看我們這個版本 會不會錯誤 會不會亂嘛 可能會亂嘛 嗯 果然 但是啦 你說老師怎麼辦 那可是我又不能存那個 所以你現在只 但是eSale它不吃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 eSale是吃的 舊版的OK 只是說你不能點兩下直接開 你可能要改變你的習慣 就是呢 你如果要讓它不是亂嘛 你就不能直接開 而是呢 你要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 OK 特別注意 如果假設吧 以後你遇到那個utf8 而造成了亂嘛狀況 那你不要直接開 你就直接資料從文字檔 然後呢 找到你的那個檔案的路徑 我是放在那個 C碟底下 C碟底下的那個 這個地方 我的C碟 我是放在那個 Python的384底下 好 這個檔 OK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資料從文字檔哦 它會比較聰明一點 它會先問你說 你是不是utf8 它是認得的啦 OK 只是說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呢 你就直接按完成算了 他 不不不不 不行 直接按下一步 分隔符號一定要斗點 然後 Tab 打勾取消 然後 其他有沒有 其他不用啦 OK 然後下一步 最後的話呢 直接按完成啦 它就幫 把它直接匯入進來好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OK了 不會有問題 所以啦 以後啦 假設啦 你真的存成那個utf8的unicode 那 會有亂碼的問題是你直接打開 那如果你假設不希望它有亂碼 那不然的話呢 你就直接從資料 從文字檔的方式開啟 再不然 你可能要買最新版的e-sale 最新版e-sale 我發現是 是自動會開不會亂碼 OK 所以要最新版才有辦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部分呢 先把它存成那個 就是 CSV 那CSV OK之後的話 大家來想想看 如果我假設 我要一樣 複習一下 再把它存成e-sale e-sale的話 對 像剛剛這個問題 存 CSV不OK 但是存e-sale就不會 e-sale直接打開 它不會亂碼 所以 你假設要解決CSV這個問題 因為不是每一個user 都那麼聰明 就是你把檔案給他 他馬上可以跟你講說 不行啦 這個打開都亂碼 怎麼辦 你還要跟他講說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老師又講 但是你要從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就OK 可是問題 好像user有時候有聰明的 但也沒有那麼聰明的 你跟他講半天 倒不如你直接給他e-sale好了 不然的話他每次又 你跟他講過他下一次還是忘記 他還是要來找你 OK 倒不如你不要存成CSV 你剛才直接存e-sale 可是存e-sale怎麼做 還記得吧 其實基本上 就是不外乎就是那個大概主要有五行 固定三行應該還記得吧 那三行 如果你忘記你可以把之前的範本拿來用 有沒有 三行 然後記得要先把資料變成一個串列 有沒有 如果他不是串列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然後再append進去 到sheets裡面 這樣子的話一列一列一列 這樣就OK了 然後最後把它save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就是把它先存成CSV 這應該蠻簡單的啦 那我強烈建議你平常多練習 那可能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個encoding encoding的話 現在很多都是UTF8啦 就是unicode unicode的話呢 跟那個CP950 其實兩邊的字數不同 所以其實要轉換 如果你unicode轉CP950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CP950轉unicode比較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字數少 有沒有 變成字數多的 其實都可以轉到 就是轉換成功 但是你把它轉回來 那就會失敗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它存成CSV 這個其他的話就是在 想想看把它存成ESale 存成ESale應該就一勞永逸了啦